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旦换成我们学校的学习名称 例如师徒制、研究学习、论文学习 或者是我们的行政学习 他最后的结果是 他的工作内容跟前述的是一模一样的 他最后只加了一个要求你写这样子的回馈表 这样他只要求你的工作内容跟前述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只是让你假象上上班的时间变少 但是事情其实是一样多的 那最后你要多写的就是这么一张学习评量表 那师拉更是为了要让他的学习看起来有模有样的 社会一间教育大学 我们的做法其实相当的单纯 我们甚至还把 各位可以看到他甚至还把学习的目标 按照教学原理写得清清楚楚的 那这个其实是相当的荒谬 因为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其实也同样获得了这几个技能 也同样获得了这些学习的目标 我们甚至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我们的劳健保 但是如果今天是按照学校的做法 便学习写的话 我们将会没有劳健保 那这会影响到什么 这会影响到除了年资以外 其实我们有很大量工作 例如体育课的教学助理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实验课的教学助理 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实验室协助一些实验打工等等的 研究工作这些工作 那如果这些工作其实都相当容易发生意外 如果发生了意外 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保障可言 那学校现在的做法是 让你以为你好像省到的钱 其实你是失去了你所有的保障 我们学校的教学助理的学习薪薪 比劳固行 就是一个学习多了好几千块 那这样的情况很明显就是 学校刻意用 就是压低劳固行助理的薪水去 让教学助理就是教学的劳固行的薪水去让大部分的同学不愿意选 不愿意选劳固行 那目前我们学校里面只有两个教学助理是劳固行 那其他所有的教学助理都是学习型 那就是我们大概是知道就是学校很可以用就是行政干扰的方式 或者是这种就是 刚刚跟我们协商到之后其实 出来的结果是很明显就是为了要降低成本 然后不惜用各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就是学习跟劳动的区分 那其实对学校来还是更不重要 他们他们重要的是就是降低成本 那最近分流制之后那出现的一些问题 包括说因为像过去就理工实验室很常出现的事 可能老师会因为绑住学生毕业的论文 然后会以此去要求他的一些不当的一些待遇 或是内容的调整 那像这学习的话台大也一样发生了新知迟发的事情 那就是那这些事情甚至会导致一些基层期的 这些人也收到一些连累这样子 那甚至有些系组他会为了就是说 因为他不要让工作看来那么的老不对价 所以他改成一学期发一个钱 这种也有 那师阿这边除了这个以外 师阿这边还另外还做了另外一个东西 是为了要让所有学生 为了让老师们或者是让我们的各单位 积极的聘用学习型助理 不管你是行政学习师徒制还是什么 他为了让你积极的聘用 他甚至要求签一张已经不具效力的切结书 这份切结书的内容 是在我们去年期已经被解决的一个 声障带经的问题 那学校这边的切结书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 这边的第四点 以及他最后尾巴的内容 那网址就在这边 那他的内容写的是说 如果今天我聘用一个勞固型助理 那未来我就需要先行 垫付身障带经的金额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单位 你就必须垫付你身障带经的 今天你聘用一个勞固型的身障带经的金额 这会造成所有的老师们 或是所有的各单位 我们不管是系所单位 还是各个基层行政单位 我们都会不敢聘用我们的学习型助理 我们会不敢聘用我们的勞固型助理 我们最后只敢聘用学习型助理 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带经 但是这个带经的问题其实在 呃...劳动部其实有 韩副邻记委员 立法委员的内容 那他韩副的结果其实有提到 劳动部有提到他认为这个带经的 懲处做法其实并不适当 因为这个问题劳动部已经帮他做了处理了 那在这个就是分流的方面 其实跟台大不太一样 高大其实有学校比较完整的系统 就是你在并用人的时候 你就直接是选择学习或劳固 然后就会跳出相应的契约 就是不管是学习型或是劳固型 都有一个契约 那学校也会强调说 要采取哪一种形式完全是 尊重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决定 就是学校不会去干涉 然后会进行其中协助 那如果老师跟学生之间 没有办法就是取得共识的话 那他们会尽量建议就是 选择劳固型来就避免争议 就看起来是个好像相对比较开明的做法 那可是我要讲说 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这一个就是我没有印出来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学习型 要签的这一个 兼任学习型研究助理的契约 他第一条就明定说 学生要窒息这个 学习型研究助理不是雇佣关系 那学校就是甲方和指导教授 对学生并不负有劳工保险 安全运健保的义务 那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健保和劳工保险 其实是属于强制衔 就是只要你在学生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 你所提供的劳务符合了劳基法的定义 那不论老师和学生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都应该纳保 这个东西是不能用契约或是切结书去取消的 那最矛盾的是 这是刚刚讲的第一条 看到第二条 他因为这个当初要制定这些东西 他宣称是要保障学生的学习和劳动权益 所以在这一份学习契约里面 学校就要求 如果学生到外面就是第三方实习的话 然后如果可以获得第三方出资的实习薪资 奖学金或奖助金 那学生在外面这些实习 应该要由第三方负责为学生办理 劳工保险和全民健保 等相关就是权益保障 那老师还要不定期去关心学生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凸显现在学校 各校在宣称说 为什么不纳保 因为这个是奖助金 这个是学习活动 是一个误导的说辞 因为你看同样是奖学金跟奖助金 然后同样是老师或是系所要求的学习活动 为什么获得劳务提供的对象 是校外单位 这样子的实习 就必须纳保 学校还在7月里面要求这些对象要纳保 可是如果是学校自己受惠的时候 就不需要纳保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助理工作 并没有因为劳固型或是学习型的分流 而做调整 就算挂上这些实物课程的屏幕 但是我们其实都还是具有劳固的事实 那以我们学校某个系所为例 就是它可能 如果你领这笔助金的话 你每周必须要负担6个小时 以学习无关的一些劳务 例如像是接待外宾 改考卷 环境清洁 这一些 对那 我们有同学曾经去问过学校说 就是接待外宾 为什么不是属于劳固的部分 那同学像研究所反映以后 他们其实得到的回复是说 就跟这位同学说 你要把其他外宾视为 跟这些外宾做做朋友 所以其实这些很荒谬的事情 其实目前都是很真实的 在阳明大学上演 那我们其实也跟学校的梁根英校长 反映过很多次 那我们希望说 学校不要利用各种主动或是被动的因子 让学生在一些 比较非自由一致的状况之下 做学习型的选择 那我们其实 我们所争取的其实是 无非是希望所有学生 在学校做劳固工作的时候 其实可以得到一些应有的保障 但是校长却跟我们说 这样子其实会破坏时生的故性 造成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对立 还有只剩下人彬彬的劳固关系 那最后其实我们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完全不否认说 我们在学校所做的事情 是有学习的事实存在 但是其实学习跟劳固并非互吃事件 那如果我们把跟学习比较无关的事情 还要伪装成这样的实务课程 这样子让学生在劳务方面 劳务工作方面 失去了一些应有的保障 其实我们觉得这样子才是伤害互性